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喝了这一张水 我现在在想卖不卖 卖就好像很傻 无端地卖了水 但是这只是九度水 就这身上的酒 我们的相机只有9.5度 喝下去真的不同 我想一下才得知 一点都未必会卖 因為人們不會上去烈道要喝水的 好了 好了 今天趕快去 因為距離我來港的日子 我後天就會 不做節目 明天是星期四 我後天早上做飛馬拉 星期二回來 星期三就會去葡萄 即是有三天要找嘉賓 阿正 5 1 2 今天我上來約了一些團友 也叫做開茶會 其實只有五個人 連我五個人 沒有什麼茶會好開 但是要等他們互相認識一下 吃一頓飯 話說 各位 我公司附近 在荔枝角度 應該不算是彌敦道 我都不知道 應該是荔枝角度 荔枝角度 在彌敦道 有一個舖位 由我們 2018年租的舖位 到2019年 去到中間 選擇過不是很多 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人做 以前是點心譜 好 OK 後來做得不好 換了去做火鍋 做了一個月 兩個月 就收拾了 近日開了一間 又再開了 首先 她用一個吸引力便宜 媽寶 就是兩樣點心 她又任你選擇 好似 我不知道 我不看錢 我姐姐經常看 譬如說 腸粉荔枝 就是媽寶 抵一點 腸粉通常貴一點 荔枝比較貴一點 都是四十一元 她用這裡做招來 嗯 那麼 我們其實就開了這麼久 我們已經吃了很多次 特別有風水豪在這裡 因為為什麼呢 風水豪願意下去拿 嗯 這麼可忍 是呀 她願意下去拿 那時候還給錢 那麼 那麼 變成我們都一直吃的 那麼 奇門如是很多人 那 昨晚話說 我晚上真的不知道吃什麼 跟我老婆說 不如就去吃那間吧 嗯 那麼為什麼呢 唐食的東西始終不同 第一 你又不用經過那個時間拿回來 即是就算這麼近 都一兩分鐘 兩三分鐘都要 嗯 第二你放在那個器皿上不同 嗯 譬如法布膠可能有渡汗水等等 那麼 現場吃 價錢當然不貴 那麼我除此之外呢 那麼我看到個人在那裡吃那些飯 哦 就是那些蒸飯這樣 咦 那麼它有魚也有成的 那麼我看到旁邊那些多漂亮啊 那麼吃不吃好呢 好 於是乎呢 我又打算做一個 剁招玩魚嘴 魚撲飯 嗯 誰知道她又說賣光了 剁回普通的東西 那麼我很害怕 因為外面那些玩魚很腥 做得不漂亮的 嗯 但是既留意知得安之 那就隨便啦 我說做個玩魚 嘩 所以我跟大家說呢 喏 他到底賺不賺錢 我不知道 他就算由早開到晚都好 OK 因為為什麼呢 做死自己 恨死隔離 這一件事呢 就是 我都真的看到太多了 有些人不懂計算 有些人就計錯數 嗯 譬如你說四十元一個點心 四十元兩個點心呢 那麼我覺得他不輸都沒有什麼錢贏的 那麼我不知道他要計到怎樣呢 控制到那個Quality 就是Quality 又不是Quality 控制到怎樣才能賺到錢 你說 不是 我們一個點心幾元幾元 就是你們經常在那裡 說什麼一個做客 搞多少錢 真的不要計料 那你真的又可以 燈又火立又租的嘛 嗯 是吧 但是呢 我首先也是這樣說 這個世界上 喏 我剛才說那間店 在這幾年以來 這個又不行 那個又轉 又變革 人家不行啊 那關不關風水事 是不是轉了氣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很簡單 你做得好呢 那些東西好吃 價錢合理的 乾淨的 就自不然有客 嗯 那當然 你說每一個行業 當然有高質 譬如點心我們是香港人 喜歡吃的東西 當然有些飯 那你說 譬如我買這個 譬如在香港 在這個太子區 深水埗 近住深水埗 你走去買 不知道什麼 那些 阿里阿拉伯 那些肉卷 那些我都不知道什麼 又可能不好生意 因為那個 真的不知道 那所以呢 就是證明這個世界上 任何情況呢 在這個環境呢 都是有人會彈出來的 那當然啦 這個就是講 啊 個別例子 那你普遍的社會氣氛好 那麼大家 普通人都可以 憑著著他們的努力 OK 去得到 不是講發達啦 是穩定的生活 就而不是呢 我今天看的呢 你近半基層 一會才講 我第一單 我第二單才講這單 我看呢 就是 近半基層 竟然 有這個營養 不足 以及甚至乎 要捱餓的情況 那真是令到我呢 一看見這些 我就真的很難頂 就是說 你說 嗯 住得小了 都夠淒涼 嗯 是吧 今時今日 喂 2024年 香港 你竟然跟我說 有人會營養不良 有人是因為 嗯 金錢問題 會捱餓 當然他不會餓死 我相信香港 真的會吃白銀行等等 如果你真的很肚餓 我膽敢說 你去任何一間餐廳 可不可以給我飯 我隔夜丟去 那你都可以吃的 嗯 但是 只是說有人要捱我 我也覺得很匪夷所思 今時今日 嗯 你真的跟我說什麼都沒有用 好了 那先講解單新聞 梁振英七十大壽發文 不過梁振英呢 就 昨天呢 十二號 七十大壽 應該是前日呢 十二號 那應該過去兩天 他連同身歷都 那個舊歷都大壽 因為我們大家很記得 鎮英哥呢 全國政協副主席呢 他農曆七月十四生日 嗯 好日啊 不知道呢 農曆七月十四生日的人 也都不知道他一個 那是不是個個都這麼厲害 這麼猛呢 我也都不知道 是吧 但是呢 他就真是 好人入型格的 你給我 我又會覺得 嗯 那他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 身為中國人民的一份子 那你又叫鄭英 你老母 一早就改名了 小時候老爸和你改 你不認識而已 一到中學你很改 自己同性 要振華嘛 對不對 振華振中振什麼都可以 嗯 好像是陸振中那樣叫振中都可以 是啊 你兩個振英 OK 好了 不要緊 他說 我 射入特首後 因為我沒有退休金 全力做公務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這樣的意義 還是我想多了 你這樣 喂 他有沒有退休金 他有沒有做公務 沒有人關心 為什麼要說呢 我一聽 他是不是去串高林鄭月娥 還是串高有些人 嗯 嗯 我就覺得明是這樣的 啊 我是全力做公務 就不和有些人想說 沒有公務做 行人勾勾 那是不是 是不是想翻閹呢 喂 他真的沒有工作 喂 說說 喂 梁振英 他都說要改革 他都在那裡吵架 真的有暗封這個特區政府 喂 你直接作為全國國家 就是作為國家領導人 全國政府之席 響救他啦 林鄭 吵你 那時候花幾千萬去裝修 裝修完國月要花幾十萬 給他啊 嗯 然後他寫字樓 吵你什麼想的事啊 喂 現在香港搞到這樣 沒有幾多外匯的 這樣搞法 外匯盈餘的 吵咬他啦 他說 自己今天的身體 肯定比明日好 今天的身體肯定比明日好 或者我們的國家民族 明日一定會比今天好 我們用今天比明日好的身體 繼續拼拼 他我真的不明白他講什麼 你說我們 做多些運動 保持健康 OK 繼續為國家拼拼 繼續為人心拼拼 就行了 說什麼 今天的身體肯定比明日好 就是要慢慢會老了 會死了 說我們國家民族 明日比今天好呢 我們就要用今天比明日好的身體 繼續拼拼 屌你為什麼這樣 講到這麼謀教啊 實際上是否懂得寫中文啊 我真的不知道 喂 他一向都是double negative 他一向都是說的 他沒有變過的 好了 他這篇文章的感恩父母效力祖國 他說1954年 驕傲的身為中國人民的一份子 鎮英 在23歲至今 跑遍祖國30個省 植核市和自治區 留學期間 在英國深度住了三年 你留學怎麼回大陸留學啊 是的 至今去過57個國家 之後 他就說我有做很多公職 包括現代化協會會長 創立共享基金會 以及創辦廣州南三民 深港人子弟學校 在卸任行政長官之後 沒有退休金 但我不做非執行董事 也都不投資 只是全心全 哎呀你怕了你不讀了 哎呀你可不可以叫你 今上給你一個特首做 哎呀我怕了你 哎呀你真是 你無非是想這樣 是吧 喂老老實實說 哎呀你說如果現在 這一刻給大家選 我想那些人真的可能會選梁振英 真的啊 是吧 你說多少悲哀啊 我選董建華 不是 如果你說公道些 你說如果現在呢 即使董建華醒回來 是吧 你去給香港人投票 即是先代儲 假若你先代儲 就是給前些勞五個 我想真正 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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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給我選 不要說有真正的 我要選董建華 我要選董建華 我要選不醒的董建華 不會啦 即是你說這些沒意思啦 我要選不醒的 說真的 你到現在呢 我真的有一件事 我最頂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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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我始終都聽見有些人 真的 哎呀我真的沒辦法 不知道我成熟了 還是 我變了 即是 據問 現在傳 講傳 傳我們偉大的金相呢 身體不太好 那我呢 另外聽到一些鬼故 他都不年輕 我另外聽到鬼故 有什麼鬼故 其實就是說呢 阿金相呢 即是形勢被人強無辦法 退後一格 不過他仍然呢 希望呢 能夠在幕後做操攏 所以那張名單呢 即是丁市長做國家主席那張 其實都是出自 他 即是我聽這些鬼故 但是這些鬼故 我就不相信 有鬼故說 三年後說 李強做 怎麼啊 但是那個名單 連李強都沒有 連錢不同 那些鬼故 不是 你這樣說 如果說真正的鬼故 你說三年後李強做 那就是鬼故了 真是鬼故了 今天阿伯強 那時候 八爺回來 唉 那些真是 不是啊 有人說八爺會出來的 有啊 八爺有故 有人說 是啊 嗯 但是 這些我就不聽了 去到今時今日 但是 我想說 我也聽到有些人說 喂 就算沒有了 今上啊 一樣會有 陳近平 黃金平 我當然不明白了 都還是這樣 那就是 是不是寧願這樣 所以寧願他沒有事呢 對不對 真的 我不知道 不懂 他說 提到過去幾天 他陪家人去青海甘肅那些廢話 也不說 他說 總結了幾十年在國內外的經驗 加上八日 西北三產之類 去八日你就要這麼多感受呢 真是有些時空交錯的感覺 他為我們國家的進步感到驕傲 為民族的堅強不屈感到自豪 他對未來充滿希望 也都念記住 國外戰亂和貧窮地區的人民 他有今宜法 他說 做人父母不容易 感激父母的生養之恩 他生命的意義在於進步 我們每個人都進步 我們的國家就會進步 他認為 人類社會也是同樣道理 這些呢 他媽媽是女人 我就絕對 不會因為他因人而肺炎的 但問題是甚麼為止進步 有時要搞清楚 甚麼為止進步 譬如你說每個人的進步 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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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時 我們很難去依賴人 即是說來講去 為何說追求制度 就是這樣 因為人 雖然不同的人 一定會有產生不同的效果 或效果 特別是執惠症的人 但是 我經常見到 西朕怎樣為止有強國 大家的看法其實都很難眠不切 你看到這些硬件很漂亮 這樣就叫做強大了 那條橋 建得很好 我不否定我沒有上去 但我真的不否定 因為我很多朋友真的跟我說 那條路怎樣怎樣 很快 我不排除 我沒有說 你新的嘛 你都不會笨蛋 雖然有時候有些會 豆腐渣 你都不會笨蛋 你都不會笨蛋 那條 一百年前的設計 那些建築物 當然是漂亮的 我沒有懷疑的 但是說來講就是 喂 大哥 人民能否 能否 毫無恐懼的生活 那裡 哪有 那些人 我都不知道幾個自由 是嗎 真的 有沒有想過這幾年 被風控的時候 那時候 疫情沒得說 你再爭論下去 跟那些人是沒得爭的 嗯 你正是 我都常常說 那你就看他怎樣 送孩子去哪裏 讀書 身體最誠實的 好了 政府統計處 政府統計處 公佈去年分區人口 和住戶統計數據 深水埔 和葵青區的貧窮屋 就處於高位 有團體叫做食德口 慈善環保團體 在上述兩個地區調查發現 44% 這班低收入人士 因為為了省錢 而捱過肚餓 在過去半年裏面 而有接近一半的受訪者 是無法攝取足夠的營養 那即是我們化繁為簡 五個基層市民 就有兩個無法攝取足夠營養 成年人 年輕人不夠吃營養 就反逐影響 成年人不夠營養 當然有很多其他的 環質衍生出來 於是令社會的醫療負擔 都大很多 團體說有關情況令人擔憂 建議有什麼加強基層營養 獲取的能力 那為什麼加強呢 不夠用 我賺萬百元 那媽媽呢 住老人院 終於排到去了 一個月有 可能我自己買完位 我自己也要吃皮皮的東西 才可以出去做事 就算我有公屋 我拿著六千元 我沒有當我沒有結婚 政府已經幫了我老母 這些故事周圍都有 那六千元是怎樣的 於是有時候又要給租 又不想我公回 拿著三兩千元 冷氣都不敢開 吃一頓不吃一頓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很難想像 我很難想像 有時候買一些 為什麼不夠營養 有時候買一些 反式脂肪 現成食物 人家快來收店 譬如一田 有時候快來關店 買碟飯 三十八元變成二十五元 這樣 是不是 我真的很難 其實幾年前我在街市 看見人家 看見人家 站在想買什麼菜 看樣子就知道 結局 吃熱手飯 我已經覺得很難大鑊 現在自己找到飯吃 要感恩 老實說 有時候我看車錢 動一下 原來搭巴士 因為我自己開車 我搭巴士動一下 都七八元 那七八元原來是很短程 那些車 一個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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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十幾十十元 那我怎麼做工 那些電費動一下 不開冷氣 我知道大家都窮過 大家都去適應過 但是時代真的不同了 然後你找個萬多元 萬多兩萬元 好了 那些細節我不說 但是既然可以有這樣的情況出來 然後我們見到政府 暫時沒有人看 暫時的牌 動一下幾十億 動一下幾百億 那些廢 爛糕 廢查議員 就說十多萬 還有香港人 有很多食慧店 還繼續放 那些人 是啊 是啊 好了 然後呢 那些運動員 那些運動員 給六七千元 就好 夠小 然後你看看他們自己 原來有那些人 有二十多人 是一百萬人 年生以上 甚至二百萬人 以上 是這些 不患寡 少不怕 患不均 就是這些 好了 好了 同場的醫護行者創辦人 范寧醫生就說 他說為基層市民營養不夠 其實不需要他講 他說始終長遠都會造成社會的問題 他說 進食足夠 綠色的健康食物很重要 如果因為經濟的問題 少了吃生果 現在的生果很貴 蔬菜 心血管疾病和癌症風險 都會大大增高 好了 快必煽動文字 按終極上訴 中院就批許可 批許可去上訴 終極上訴 就不代表他上訴得值 那他上訴會是怎樣呢 大家可能心中我把尺 那就等他上訴一下 快必 這宗案是哪一宗 這個太多事了 是2020年他擺監 擺街暫時 喊口號 OK 被裁定 發表煽動文字等十一條罪 判囚四十個月 他提出終極上訴 這個上訴是很有意義的 第一 真是可以 可能打得了 雖然他都是 真的已經在裏面受感 第二 就是他要拿一個說法 法庭的說法 這個說法究竟是 喂 可能是突顯了那種荒謬 以我們這些政見的人士 或者給我們一個學習的機會 又或者 亦都可以重新 為我們 為這條罪 畫一條線 大家知道他怎樣做 但是 這個是他的想法 你說這條線 是不是會變成 我真的不懂 去到今天 好了 談得指一方 其出三項爭議 第一 要求中院 釐清刑事罪行條例 第九第十條下面的煽動罪 是否屬於可公訴的罪行 需要由陪審團的高等法院 是否要處理 如果是 第二 需不需要證明他 這個煽動意圖 包括使用暴力 如果不需要 那 是不是不合比例 限制言論自由 現在是 是否 在法院 在聆訊上 首兩項議題 提出上訴 許可 第三項就駁回 因為 既然第二題 第二條就是 控方是否 需要證明 煽動罪的意圖 包括煽動別人使用暴力 去接受你上訴的話 那就是 事 沒有知 因為第三個 真正的事就是 是否 是否 是否不合比例 限制言論自由 現在是事 因為 為何呢 給他上訴 所以 是第三項駁回 但是 在最後最終上訴 都一樣是會 看到 究竟是否 不合比例 限制言論自由 都在終審法院那裏 他當年法院 就不會覺得是 終審法院怎樣判到 但是 我們就會看得明白 因為 其實以 快必 當日 在 街站的言論 對我來說 非常 很難平常 就是我過去 一向我講的 甚至乎 是類似我現在 都在講的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 好了 本案 是1997年後 首中就煽動罪的上訴案 二零二年四月 被裁定七項 七項 發表煽動文字 一項 篡劃他人明知 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以及公眾地方擾亂秩序行為 舉行或召集 未經批准結集 及拒絕中 和授權人的指示 罪成 被判 四十個月 其實 快必 似乎不是 現在就這件事 他 不是全部上訴 有些 罪成的案 可能他們被判了 接受 但是上訴 最主要是釐清 究竟 煽惑他人明知 而未參加 批准集結 和發表煽動文字 這裏 為什麼呢 辯方就說 最新書物院 英國書物院 有一宗案例 就是千里達丹 煽動案件 書物院裁定 煽動罪 是須有煽動暴力 或者動亂的意圖 過去來說 我們只要是 普通法國家 海洋法國家 就會用這些案例 去累積審判 好了 但是高院上訴庭博會 他說 煽動罪是成文法 而不是普通法的罪行 OK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成文法就是根據文字 但是為什麼煽動罪 就突然變成了 是實文法呢 好了 以前呢 就是因為 我們會用這些案例來 什麼呢 因為呢 法例就寫在這裡 普通法為什麼說 會更加適合現代社會呢 是縱然它有法例寫在這裡也好 它會根據不斷的判決 其實是有生命去更生的 這個就是去進步的地方 不是死故故 它是跟得上時代的 現在突然又說 這個是成文法 所有的法例都有條法例在這裡 好了 那麼 屬於煽動罪呢 的意圖 就不一定是暴力才是 的 OK 那 我們就等一會怎樣上訴 真是奇怪了 老實說 如果這樣說的話 對言論自由的不合比例的限制是很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它不需要暴力 甚至乎 那個時限 是比較 長一點的 才有效 你都可以 去告到 煽動了的任務 如果你發表那件事 那就很糟糕 我說 因為我們過去呢 凡生的先通罪很難 管不成 就是因為呢 過去的暗威 是啊 過去的暗威 除非你真是 很明顯地 喂 你那條人這樣 打齊去吧 快點打齊去吧 而你 又真是 你走去 嘩 這麼想去嗎 快點立東西吧 真的這樣即時去打齊去 要去到 簡直要去到 這麼 這麼即時 才有機會 會判到罪 對 因為老實說 第一 我們有沒有意圖 第二 你的行為 是不是真的受到我煽動呢 嗯 都有一段時間爭 是吧 好 休息一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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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靜 御情技 myös Sí 一樣 咧